吴京我早就讲他是其中一个了 还有一个 赵文卓 赵文卓 成龙正在选接班人 您会选择什么样的接班人 我不需要接班人 我真的不需要接班人 一个人在历史几千年的长河里算哪个 曾经洪金宝就呼吁成龙再找个接班人取代自己 但他并未退居二线 要知道成龙早已60多岁 连洪金宝都忍不住让他给新人留点机会 但即便是急先锋中成龙连跳楼这个经典动作都还原不了 他也没有丝毫打算给新人让位 成龙虽然嘴上说着最看好吴京和赵文卓成接班人 但今年又推出一部龙马精神 哪怕票房只有十几万 非常惨大 成龙似乎也完全不打算给新人留点位置 反观50多岁的李连杰早就退出了功夫片市场 虽说没有找到接班人 但是他也给赵文卓等人空出了不少空间 当初赵文卓一直活在李连杰的阴影之下 黄飞红 方世宇 霍元甲等经典角色赵文卓都一一出演过 但始终没能打破李连杰的神话 最终在功夫界闯荡多年还是没能大获 直到如今李连杰退休到欧洲游历 赵文卓似乎才开始有了名气 靠着万事的功夫宣传片中惊艳的空中 踢刀瞬间就火遍了全网 大有成为新一代功夫明星的趋势 而李连杰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被问到过是否打算找接班人的问题 但他的回答却似乎狠狠打了成龙一个耳光 当时采访一经曝光 就有不少人都说李连杰是在暗讽成龙太自大 毕竟所谓的找接班人不就是把自己放在高位吗 要知道赵文卓虽然比他们小上十岁 但实际上几个人也算是同一时代的功夫明星 成龙虽然在国际上的名声比赵文卓大很多 但这也不是他能居高联想 认为赵文卓配接他般的理由 李连杰所说的你算哪根从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要知道当时成龙在被问到 看好谁成为他接班人这个问题的时候 正好是在吴京战狼大火 刚刚当上百亿票房导演的时候 所以论起电影上的成就来说 吴京或许真的有资格成为接班人 但并不可能是成龙一个人的接班人 严格来说应该是整个功夫圈的新星 连成龙本人都当吴京的面说过 自己一辈子的票房都抵不过吴京四部电影 但没想成龙在采访中却把吴京摆在第一位 称是自己的接班人 这样看来实在有些自大狂妄 相比之下 李连杰的话虽然听起来狂妄 但实则却是非常谦虚的 他之所以说你算哪根从其实也是有前提的 并非是恶意嘲讽成龙 而是认为不该鞠躬自傲将自己放在高位 毕竟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只是一个功夫演员 也不是什么伟人名人 哪有什么资格找个接班人 1972年4月10日 赵文卓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武术世家 父亲是武术教练 母亲是田径运动员 赵文卓八岁那年就去拜师学习武术 练就了一身武艺 武剑弄枪样样拿手 还会耍三百多套不同派别的拳法 12岁时开始参加各类比赛 收获小功夫皇帝的美称 而吴京启蒙更早 6岁便被送到时差海体校拜吴兵为师 跟李连杰成了同门 待到成年之际 两人又先后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 成为同校师兄弟 在20岁左右的年纪 赵文卓和吴京又先后选择竹梦演艺圈 从默默无闻的武术家开始变成功夫巨星 先踏上影视之路的是年长2岁的赵文卓 1993年 赵文卓凭借方世语惊艳了影坛 尽管此前他并没有演戏经验 却丝毫未露窃 将大反派九门提督这一狠辣角色演绎的恰到好处 一出道就与大名鼎鼎的功夫明星李连杰合作 赵文卓演绎事业的起点不可谓不高 这部片子还让他获得了徐克的赏识 成功签约徐克的电影《黄飞红之王者之风》 成为最年轻的成年黄飞红扮演者 此后 赵文卓一度成为徐克的徐勇男主 出演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 比如反差感十足的法海 厨艺大师龙坤宝等等 其中自然包括1995年的电影《道》 这是一部经典又另类的武侠片 在当年并未取得太高的票房 却获得了第15届香港金像奖两项提名 也就是在这一年 吴京也踏入了演艺圈 在师傅吴斌的推荐下 作为李连杰的同门师弟 吴京皆派了个人舍不电影功夫小子闯情观 只不过这部片子反响平平 吴京青涩且略显僵硬的演技 也遭到了不少差评 赵文卓和吴京同样 在香港著名导演的带领下 开始了影视生涯 但不难看出 在这段时间里 赵文卓的演艺事业始终是压吴京一头的 电影方面 1995年到2000年 赵文卓赶上了香港武侠电影最后的黄金时期 接连拍了好几部《黄飞红》 名震一时 而吴京却错失了机会 除女座受挫后 她一度放弃了电影 转回内地开始接触电视剧 电视剧方面 赵文卓在千禧年之后 开始将事业重心转回内地 有了获远甲 风云之雄 霸天下 至尊红颜等 快智人口的聚集作品 而吴京也在内地拍了不少电视剧 但真正出圈的却没几部戏 小李飞到李秀起 潇洒的拉飞还只是一个配角 不过 两个人鄙视的事业人气 看似有差别 发展路线倒还是相似 主要还是走熟悉的乌打路线 虽然身为明星 却没有放下心中的武侠梦 而随着武侠没落之后 两人都无可避免地归于沉寂俗称 过气 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吴京开始后来居上 实现反超的呢 外界普遍认为 赵文卓的彻底没落 是从何真子当护斯那件事开始的 要得 两人因拍戏闹得水火不容 当时双方各职一词 还引发了内地 香港两方的明星战队 值得一提的是 吴京当年还在社交平台上 晒大武当的票根 似乎在声援赵文卓 后来我们也知道 在赵真事件发酵的那年 吴京其实已经开始默默筹备战狼 这部让他成功翻身 转型的电影 说回赵真事件 诚然 这件事让赵文卓的口碑 出现明面上的一落千丈 但到底实事谁非 作为局外人我们也难下定论 而抛开这件事不谈 其实 在口碑 风评上的这颗雷 早已被赵文卓亲手埋下 从成名起 赵文卓身上就不断出现下手众 耍大牌等传闻 虽曾是徐克的御用男主 但徐克批评起赵文卓来 丝毫不留情 他从不在拍摄现场 总是拿着他的手提电话 那简直有点荒谬 我对此很不满意 就在拍青蛇的法海时 与拿过香港美上女大赛的 美上女大奖的 陈东梅传出绯闻 港媒还曾拍到 他和陈东梅及其家人 一起吃年夜饭的画面 不过转眼 他就和大九岁的梅艳芳 谈起恋爱 而梅艳芳曾自曝 赵文卓不顾他的感受 托他去公共场合曝光 他还抱怨 因为和梅艳芳姐弟恋调粉 并因自己没有梅艳芳红 而耿耿于怀 很讽刺的是 后来梅艳芳不姓话爱 直到他去世前 都未见赵文卓 后望 赵文卓早已娶妻 却在私人已逝后 公开表示 此生之爱是梅艳芳 值得一提的是 赵文卓说着梅艳芳 是此生之爱是 其妻子张丹璐 就在台下坐着 也不知道心里做何感想 而在和张丹璐结婚前 赵文卓还有一任圈外女友 化名小莲 小莲在国外 为赵文卓生下儿子赵云达 却依旧没能 五热男人日渐冷漠的心 可怜孩子已出生 便沦为私生子 这些昔日里 没有引起注意的点 其实早已成为 一颗颗埋藏在暗处的雷 成为赵文卓发展事业的隐患 回顾那几年 赵文卓的作品也实在拉垮 2010年 近十年没拍电影的 赵文卓重回大萤幕 最后交出的作品 却值5.0分 豁哇 他还忍不住施老本 2018年 他一连在三部影片中 再次扮演黄飞红 最后只拉了个悔经典 施老本 缺钱捞金地骂名 就像网友所言 早已不成名的赵文卓 在人到中年的时候 陷入死循环 一直在走老路 没有适应市场的变化 没有找到真正属于 自己的风格和定位 而这个时候的吴经 显然慢慢摸索到了新路线 在赵文卓回经典的时候 吴经已经完成了 《战狼》两部曲 并开始参演 投资电影《流浪地球》 两个人都是武术世家出身 年龄相放 同样是五英级运动员 也是被香港导演发掘入场 同样的是被视为 李廉杰功夫接班人出道 但是现在两个人的 近况大有不同 回望赵文卓 在他的身上满上里连结的影子 那个畏惧突破自我的本土英雄 已经把演艺人 身困在了他功成名就的二十岁 赵文卓的前半生 都在享受着 黄飞红带来的红利 又是或许进退 只在一念一简 吴经呢 拍电影很拼命 堪称演艺圈的票房炸药 但是这可以经过 多少伤病而得来的 早期拍摄太极 宗师被打断了手指 拍男儿本色韧带断裂 更甚至拍天子打戏 拳拳倒肉 腿伤腹发被绷带缠成木乃伊 赵文卓的起点很高 在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 就直接当了男一号 主演电影 性格虽然温和 但是过于耿直 不够圆滑 有人说过江湖不是打大杀杀 而是人情世故 就是因为这样 他在娱乐圈才没有走得更远 当然在娱乐圈发展 实力是一方面 能不能红 也要靠自己的命和运气了 吴经在没有拍电影之前 在社会上已经历练了一番 当过过炉工 摆过地毯 妥妥地在社会大学历练了一下 性格虽然暴躁 但是很谦虚 懂礼貌 为人豪爽 懂得交朋友 正是因为前路走得不太顺 所以才会珍惜以后 为未来而偏命 请不吝点赞